这样一个啊 这个啊 因为时间是现在来到八点二十了 接下来给大家再分享 五个典型的美国的一个店铺 那很多人说做非标品 我不知道怎么做 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现在从去年到现在开发出的成功的一个非标品具备什么特点 首先我们会考虑时间 空间啊 还有角色 还有 元素 就时空绝缘 我们我把它叫时空绝缘 四要素 一个非标品做产品的 四个 这个呃 四要素 你其实就可以去组合 比如说你的时间 情人节啊 场景 场景就是在家里面 然后角色呢 就是想给男朋友买一个礼物 元素呢 你选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特有的 就可能你你老公 他是呃 一个星座 他是水瓶座的 那水瓶座这也是个元素 那你送他的礼物上面呢 你找到一个产品是非标品的 你在这个上面去印一个水瓶座的 然后 定制一些特殊的字 然后你就可以打 推广这个产品了 啊 就是大概的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样找到灵感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了 嗯 嗯 如何能做得更好一些呢 那就是接下来大家需要去学习美国的卖家 向美国卖家去学习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分享五个 第一个是创意店铺 这个卖家店铺呢 它是非常有创意的 它店铺里面 做了很多有创意的产品 哎 我看一下是不是创意的 那我的备注是创意的 因为我把原来都删掉了 我只留下了 然后所有红手明 간 用来晓得更好 你们开始设 konoon 在这里呢 我们在咱们看 pages 不是啊 な 那就这一个应该是创意的 我们在这时候知道 来咱点进去看一下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些店铺特色 我们把这五个店铺全打开嘛 我给大家说 做这种产品 中国卖家有优势吗 就是因为在做非标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大部分做的好的非标品 美国卖家很多 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比较了解 比我们了解 所以他能够做好 那我们在学习做非标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向美国本土的卖家学习 就这么说吧 我们中国的卖家 在样子做亚本讯上 把美国的卖家应该是碾压的 在技术上面真的是碾压他们的 但是在文化上面 你不得不承认 还真不如人家 就是在文化的一个 这个信息上面 还不如人家 真的是不如人家 因为这是人家是本土 本土土著的呀 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家土著的 去比文化呢 是吧 肯定是没法比 但这一个呢 我们是可以比就是 我们可以去学呀 去模仿呀 那很多人就之前就问我 那你倒是给我推荐几个 美国的好的一个店铺呀 我去 好让我去学呀 我现在老海中都是 不知道有个什么样的 而且他们的一个 选品的底层逻辑 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那我怎么去学呢 这样学肯定是 就无异于就是 大海唠针 那我在这里 你看一下我对 我过去的一些选品的界面 我可以 应该是没有 我自己的产品 对我冒个险 应该是没有 我不说就行了 看见也没关系 来来来 看一下 我现在每天关注的产品 只有非标品 标品里面看都不看了 咱不是说不会做 不会做标品 咱过去做的来源音箱 是吧 竞争足够大了吧 做的小家店里面的 大家熟知的卖动锅 卖主机 然后以及卖动锅的配件 咱都有爆款在里面的 你看像我现在选的这些 很多都是当地的 本土的一个文化 好 那这一个呢 咱就看这个店铺啊 这个店铺呢 他们的选品呢 做差异化的时候呢 很有意思啊 我给大家解析一下 就是他做的是这个人偶 但是他的人偶 在做差异化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会遇到 说我店铺里面做差异化 只能做垂直 做垂直的时候 我做这一个产品 其他推不起来 那你看人家店铺里面 这Made第一的第二的第三的 这些都评价 已经这么多了 是吧 这个 他们的所做差异化的 这些元素 比如两个 这个可能就适合 出生儿新生儿 这一个是手里拿一个花 这是什么花呢 也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两个 在干啥的 我们翻译成中文 也可以大家一起看一下 然后再有一些 你看这样的 后面 因为这个产品超过四 超过四百个 但是他里面有一些 像这样的毛茸茸的 一个玩具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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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只是这种 你看像这样的新 那这个东西 还有这样的狗 这种狗元素 但是他做的 好像一个木雕的 这样的爱新 是吧 这你说能有什么差评呢 是吧 但他就适合送你 他适合送你 这个也是 做差异化 人家的是红的 做了红的差异化 有的人做了粉的差异化 但是我也发现了 这个产品呢 本身做的人少 所以在他关联的产品 页面里面 广告费上都不多 我说实话 亚美逊的在产品相关的产品 详情页都是按照主头相关的 去推荐产品的 你看这个推荐的产品 是不是就少 是吧 就算有的也是最近做的 为啥呢 他可能现在也意识到了 标品难做 开始做非标品了 但是这些 如果靠我们的运营 去做差异化 绝对是可以做起来的 你就可以去 好 其他的 我再给大家 看一下啊 就是他非常了解 当地的文化 每一个这个背后 都是有一个故事的 你可以去看人家的这个故事 然后去想 你如果说做一个画 你做个油画 油画上能不能做这样的呢 是吧 油画能不能做成这样的呢 他是雕出来的 我做油画的时候 能不能做出来呢 这是一种思路啊 你看 那他做的这个杯子 看到了吗 他做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上面这种鸟呢 是他们特有的 是吧 风鸟 大家都知道特有的风鸟 那难道只有这个风鸟吗 不 他还有很多 很多的这种杯子 或者是有的画 上面画的不是不是鸟 画的是他们特有的元素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礼物性的 讲的时候讲重点 好 慢慢来 第二个礼物性的 他在做飞标品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同的节日 比如说据拿生日来说 有80岁的生日 70岁生日 60岁生日 50岁生日 他就特别的在杯子上定制80岁70岁65岁50岁 呃就40岁这些 产品的外观都一样 只是在 产品的这个造型都一样 只是在外面做了差异化 网速好慢 我加一下速 我们点到他品牌店里面去看 就会较较明显一些啊 竞争很激烈 我们学的不是说做这种产品 我们是学他这种思路 他在做哪些节日 来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他的这种节日 里程碑的生日有哪些 那你们觉得里程碑的生日有哪些呢 新奇特的 然后还有一些退休的退休礼物 纳麦的礼物 蜡烛罐啊 就搬家的礼物 还有一些定制的 还父亲节 亲生节 新奇的礼物 那你能不能在新奇礼物里 看他做的什么元素比较新奇 你把这一个能不能就迁移 迁移到 你不做这样的产品 你做个鼠标垫 鼠标垫上去定制一个这样的 鼠标垫 我乱说的啊 你做个T恤 是吧 你给哪个人定制的 你给极客的程序员定制的 那你上面去定制一串代码呀 就我说的 长到这种是思路 我们今后再开发 不像 我就典型举个例子 有人看到人家 车上面不是有个 放杯子的一个垫子吗 车上有个放杯子的地方 这个地方 他做一个垫子 垫子上面写着一个 这个后面靠着枕头上 你不要把水洒了 你印到枕头上干嘛呀 人家就是写的是 就比较粗暴的语言 用了一个FK头的词 意思是就不要把这个水洒了的意思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 下一个店铺啊 下个店铺呢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 表面上看上去 他是在卖一个 就是 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产品呢 他是卖什么产品呢 表面上是一个瑜伽凳 是一个人体工学的 一个椅子 啊 在事实上呢 是跟他们的文化有很大关系的 那这一个文化呢 他背后做的比较隐晦一些 人人都可以投广告 就很多人做这种产品的时候呢 就投不了广告 但是他们能投广告 他们就打的不是 不是那个产品 是吧 这个大家去去调研 好吧 脚的没有重点 好吧 咱咱咱就说要听了听不听了就可以走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下一场下下个嘉宾来了 你再听下个嘉宾的 本来就是 是吧 大家都懂的 好 像这样的产品这种茶会 其实这个产品他做的就比较非常适合小卖家 这个店铺的产品的 你去看也有超过400个产品 这里面也是非标品的一种开发方法 就是围绕着周边的 围绕着周边的 你去做 就刚才我讲了五种思路 五种思路里面 有没有人可以总结一下 我讲的哪五种差异化的方法 围绕着那五个去做 就学习人家本土化的店铺的时候 学习哪五个点 是吧 学习哪五个点 来 你要想做差异化产品 你必须得按照美国本土的文化 是吧 然后去做 比如说我说美国有48个州 48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元素 比如说蓝鸟 蓝鸟是哪个州的元素 是吧 五个点 讲了五个点 然后不听 然后呢 就 好 来继续分享这五个 第五个啊 这还是第五个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边边角角的一些角落里面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需求 那这些需求看似比较小 但是呢 往往是他们身边的需求 如果说我们不经历的话 可能即使发现不了啊 就 他解决的就是身边的一些 这些小的痛点 然后他可以把一个店铺做到 一年能做几个 就是 我初步算了一下 根据他这个销售我算了一下 一年应该这个店铺里面 十个亿 人民币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人家本土的一个大店铺啊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模仿 到底比如说像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看似很小的一个茶花会的 这个茶花会上使用的一个这个锅 它有时候放用来种这种植物 有时候呢 装糖果啊 那其次又很小 它评价里面呢 也有很多人的一个使用场景 是吧 那你去看人家 哦原来在这种场景下 还有使用这种产品的 不知道啊 比如说那 我再问一下 北象节 马上到圣诞节了 圣诞节过后有个北象节 北象节大家见面的时候呢 就会相互送礼 那这个送礼的时候 送什么产品呢 嗯 送什么产品呢 一般什么样的了 北象节又有什么活动呢 是吧 十月除了万圣节 你们还知道一个什么节 为什么就这么多杠筋呢 是不是 整个分享的节奏 我觉得还好 并没有乱 我先分享 分享刚才过节日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顺便带过了 其实在节日这里面 是有很多产品的 这五个店铺里面 我并不是告诉大家一个结果 你们去看一下 人家本土的一些文化有什么 他这四百个产品里面 是代表的是很多文化 比如我们秋天的 我们很多人做万圣节的产品 刚说的 秋天的产品 十月十月份 还有一个什么节日 大家说一下 十月份有什么节日 除了万圣节 还有什么节 就以后做差异化的时候呢 就是围绕着这个去做 对 我语速是比较慢的 因为我 这个西北人 说话就是慢慢腾腾的 你去过甘肃之后 你就知道那里的生活 是多么的慢 不可能在那么慢的生活 节奏下 催出来一个是说话 噼里啪啦的 就特别快的 刚才那几个店铺 里面有典型的 像在杯子上印这种 特殊元素的 他们当地特有的蝴蝶 我这个本来是刚才长的 都乱掉了 他们特有的一些蝴蝶 比如说他们 就放这种桌 茶杯垫 茶杯垫上会放 自己的一些特色的 一个鸟儿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才可能想到的 然后他搜索的时候 从他流量词上 他就是搜索某种鸟的礼物 或者说什么产品 然后去做的 十月份还有一个节 是整个一月份 他们都定为 美国都把它定为 乳腺A的一个宣传 宣传域 乳腺A的宣传域 所以说 就是跟乳腺A相关的 一些宣传的产品 它卖的都是很不错的 比如说像这样的 这个我都是通过 通过卖家精明的 趋势选品一发 选出来的 只不过当时 那会儿讲的时候 大家都催得比较急 我就跳的快一些 本来是如果慢慢的话 这个例子 我都已经在前面都讲了的 我现在再补充几个例子 像乳腺A的产品 相关产品 你看搜索页面 排在首页的这些 都是new arrives 它都有推荐 more results 评价都不多 都几个 大部分都是新的 我说的有95个产品 都是新品的 就是这个 要是你做不做呢 是吧 你就十月份能做一个月 你为啥不做 人家需求有 而且这需求 不容易被人发现 就是美国 他们特出的一些 除了这一个 还有一些 比如说 不好意思啊 我给大家道个歉 今天晚上失礼了 这个情绪呢 没控制住 本来就是不应该去发火的 是吧 也本来也没发火 那再比如说 很多人说 美人鱼的那个啥 是侵权的 那为啥美人鱼的上机不去做呢 美人鱼的上机不侵权 而且搜索出来之后呢 只要你产品够好 两个评价 你看都上来的 产品足够创新一些 很多因为都是差评 要么是在拼命的 在给这些差评的产品 在找替代品 你为什么不去替代它呢 是吧 这么多的差评 就放在手印里面 这个转化能好吗 这个市场也是 我验证我所有量 还是可以的 那再比如说 通过这种方法找出来的 找出来的 刚刚的还有 像这个产品 就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呢 乌克兰的礼物 感觉乌克兰礼物 好像是 今年不战争爆发的 其实不然 你看一下这个 做的趋势这里 从这一年 从18年开始 你看每年的忘记 每年的9月10月 就今年马上到了 每年应该11月份 应该总结是11月份 它需求就 11到12 每年基本上 都会有一个高峰 你看19年 20年 22年 21年 22年 不要以为乌克兰礼物 只是在今年战争爆发的时候 才有这个需求 其实每年都有 而这个页面里面呢 如果通过我刚刚说的 关键词排查的方法 然后去排查 最后落下来 就是一个这样的产品 这些已经都是我今天备课的时候 通过这个方法选出来的 就短短备课的 就下午 备了一下午 备了一下午课 其实已经选了好多个 我觉得都可以调研 但有人又开始杠金 说这么多好产品 你为啥不去做 你要给我投资的话 我做 哪有那么多资金 一年里面能做个 六个产品 六个新品 到七个新品 我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 而且我们今年做了七个新品里面 有五个做成了 两个做失败了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现在大部分人呢 做飞标品成功率可能30% 40% 但是我们做了现在70%到80%的一个成功率 我觉得还是可以 值得我拿出来讲讲的 是吧 在时空绝缘四个角度去看 给大家分享了五个店铺 这五个店铺里面一个 有当机的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呢 就是 就我打开一个评论 你们就懂了 就他们做的相关的产品呢 非常的 隐晦 但是这产品 一看评价 你就知道是干啥的 标题上面写得非常好 是吧 好 标题上是时尚堂里 适合瑜伽 放松 黑色 然后接下来 你看评论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产品 是吧 我就我就不读出来了 我就不读出来了 你看一下 评价里面全是这种 全是这种 但是它既然广告图的挺起劲的 因为从它的反查 关键词 Ason让你去反查 反查出来之后了 全 就是这个词 我说流量和这个产品都是不相关的 但是 要么就为什么认为相关了 是吧 消费评价说了算呀 消费者买单行为才算呀 包括下面的一个 一些产品 好 那我们如果说选明年的 那你就直接从 你想做三月份的 可以 那你先把三月份选中 选2020年的这个三月 然后在最增长率这里 你选一个 你要多让一个增长增长率的 然后把哪些你熟知的 大家都都知道的啊 复活节 那你就偏偏的把复活节你给排除掉 是吧 哦 这三月份 三月份其实已经开始母亲节 买母亲节的礼物了 然后你们知道的一些熟悉的 你就排除掉 然后他剩下的就会出了一些 可能有机会的 大家都没想到的 那我经常就比较 那啥的一次性去把woman啊 然后这样的 就非常大的一些先排除掉啊 认知里面非常大的一些产品 就先排除掉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我刚才就在讲这里的时候 乱的节奏 因为我找的时候 忘记了我当时下午贝克的时候 搜的是几月份 我临时找 临时找 那你需要排除很多 可能排除十个词 最后呢 才能选出来 你认知中没有的 这样的产品 但是它的核心点就是 到最后去选一个 在你的认知里面 以前你没见过的 知道吧 那像看到这一个的时候 融解泳库 你们见过吗 融解泳库 上次我也讲过这个融解泳库 这就是一个北相节 我前面不是说的北相节吗 北相节的时候 大家都买这个礼物 然后去饿搞 放在水里面 五分钟立马就融解了 如果你穿上下泳池 一下泳池 五分钟融解了 我在看这产品的时候 这下面这些鸡皮 根本上是没有的 就只有两个卖家在做 然后当时我做了一场分享 分享完之后 开始慢慢的 就卖家多了起来 现在比我以前看到的 多了一些 但是当时 就只有这个卖家 还有陪在前面的一个卖家 就可融解的用户 就这些 就大家平时 新手卖家怎么做 就是非标品 你可以自己开发的话 比如说找指纹 这些做定制的 你可以定制 然后现在好多人 做定制的 好 那么选品呢 就讲到这里 好吧 分享到这几个店铺 有创意类的 那其实我刚才 点开的亚美逊的 就是在卖家经理里面 有一个这个功能 它非常好的 可以给我们监控 监控 然后我们如果想看数据的话 也可以点进去 直接从这里面查看 此店铺的一些动销产品 动销产品 它卖的怎么样 你可以去做降续 是吧 做降续也好 或者做升续也好 越搜索量 BS排名 这些你都可以选 越销量增长 越销量多少 都可以自己来筛选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点击看销量 也很方便的 我用这个用比较多 因为我有收藏 有近500个 我经常去看的选品的一些 非标品的店铺 在这里呢 就是只给他挑了5个 然后放到我这个讲课的账号了 我有一个自己的私人账号 里面是有500个店铺追踪的 应该就是500个 反正我是买的这个最贵的套餐 这里一个 你看 200个 就是有200个 最贵的一个 里面反正是买买的 每天呢 就是把以前监测的一些没有的 我就删掉 删掉一批 然后加一批新的 一批里面我看没什么动态的 就是这里新产品 一直不动的 像这两个 最近12个月 最近60天 他都不算一个新品 不算新品的 那我有时候就不监控了 但这几个是一个特殊 他的店铺比较好 这就是反正的